跨国境人口贩运防治及被害人保护办法 发布日期 民国97年11月6日 MP3录制者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第一条 本办法一入出国及移民法 以下简称本法 第46条规定定定之 第二条 本办法锁定跨国境人口贩运防治 查气及被害人保护 包括下列事项 1.跨国境人口贩运防治政策 法规与方案之研究及定定 2.跨国境人口贩运犯罪之侦查及起诉 3.跨国境人口贩运案件与跨国境人口贩运防治涉外事件之协调联系 国际情报交流 双边国家及非政府组织合作 4.跨国境人口贩运被害人保护 以下简称被害人就业服务政策 法规与方案之拟定及修正 5.跨国境人口贩运案件涉及大陆地区 香港或澳门适宜之协调联系 6.被害人之就医诊疗 验伤与财政 心理资商 治疗及辅导 7.跨国境人口贩运案件之查气与犯罪之移送 被害人之鉴别及人身安全之保护 8.被害人之安置保护 资源整合与转介及安置机构之监督与辅导 9.跨国境人口贩运防治 预防之宣导及相关专业人员之训练 10.跨国境人口贩运案件各项资料之会整 统计及管理 11.其他与跨国境人口贩运防治有关之事项 主管机关与中央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应于业务执掌范围内积极推动办理前项各款事项 并协调直辖市 县市政府办理 第三条主管机关与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推动防治跨国境人口贩运事项 的补助国内非政府组织与国际组织或跨国境人口贩运来源 目的国之相关机关组织进行交流 第四条治安机关中央劳工主管机关应设置跨国境人口贩运检举通报窗口或报案专线 第五条警察人员移民人员劳政人员设政人员 医事人员民政人员护政人员教育人员观光业从业人员或其他执行跨国境人口贩运 防治业务人员于执行职务时之有疑似人口贩运情势应及填写人口贩运被害人个案通报单向当地治安机关通报前项以外之任何人知悉 其有疑似人口贩运案件时的以前向规定方式或其他任何方式通报当地治安机关前二项通报内容通报人之姓名住居所及其他族资识别其身份之资讯 除法律令有规定外应与保密 第六条治安机关接获前条之通报后应及进行案件调查 发现疑似被害人时应及进行被害人之鉴别 治安机关对于前项疑似被害人应告知其相关权益事项案件处理流程及保护措施 第七条治安机关应主动积极查气跨国进人口贩运案件并针对可能发生剥削行为之可疑场所进行查查 第八条各地方法院检查数应每六个月邀及辖区内治安机关召开跨国进人口贩运侦查协调联系会议必要时的召开临时会 第九条疑似被害人有诊疗必要者 治安机关应及通知辖区卫生主管机关并协助护送被害人至当地医疗机构接受诊疗及指定传染病之筛检 第十条疑似被害人于一第六条规定完成鉴别前应与违反入出境管理法令受收容之人分别收容 前项疑似被害人经鉴别为被害人者应一第十二条规定处理 不适用本法第38条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及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有关收容之规定 疑似被害人经指定传染病之筛检 无传染之余者 由治安机关